各位朋友好 郭文贵暂停19大开幕那天的直播 可能丧失了整个19大期间一次重要的机会 由于郭文贵推特账号突然被停 看来郭文贵这个19大的常委 要彻底缺席19大了 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 居然能让郭文贵在19大期间无法说话 确实令人震惊 这可能是中共的金钱和暴力 威逼和利用又发挥了作用吧 这次19大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 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郭文贵的爆料 不夸张的说 习近平王岐山和郭文贵 是19大这出大戏的三个主角 不说细的内容 单单这三个人的关系就值得一看 在政治上 郭文贵和习近平实际上是对手 郭文贵所要求的司法独立 新闻自由 这都是习近平不能让步的领域 现实中 郭文贵和王岐山又是公开的对手 王岐山不能容忍掌握了他许多秘密的郭文贵的存在 在政治上习近平和王岐山有共同利益 但是也有小小的冲突 在现实中习近平或许有需要郭文贵的地方 那就是抑制权力和声望不断扩大的王岐山 这三个人的关系可谓是错综复杂 可问题就在于 在这三个角色当中 郭文贵扮演的角色虽然最重 但自身的分量却无法和王岐山习近平相提并论 最容易被牺牲 事实上 在十九大最关键的时刻 显然是王岐山和习近平联手控制的场面 而郭文贵则失去了亮相的机会 十九大这首戏 人们对习近平原本就没什么期待 如果说一定等着习近平出场的话 那就是人们在看习近平如何打发王岐山 另外人们更加关注的是王岐山和郭文贵的表演 特别是两个人的对手戏 如果能发展成郭文贵王岐山和习近平三个人摸黑乱打 那可就更精彩了 各位看过京剧三叉口吧 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摸黑乱打 如果在十九大期间 郭文贵公开拿出杀手锏 给王岐山一剑封猴 可能会逼得无法下台的习近平 立刻向王岐山发难 而王岐山若是也当众揭发习近平和所有的其他政治局常委 那可该多热闹 只可惜 这一场大戏 因为缺少了主角郭文贵 只剩下了几个小丑 便没有了丝毫趣味 对于习近平而言 无论如何也要把十九大开得圆满 比照当年毛泽东在延安的中共七大 十九大怎么的也都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 所谓团结就是避免脱离主题的争论 大家一致拥护习近平 确保习近平顺利的获得全党尊宠的地位 能实现这个目标 这自然也就是胜利了 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最怕参加会议的人们节外升职 突然转移主题 议论起王岐山等人的事情 这么下去 有可能会牵扯到习近平的责任 一旦会议风向发生转变 会场上出现什么局面 那可就难说了 用毛泽东当年的话说 大会工作方针就是团结和胜利 大会眼睛要向前看 而不是向后看 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 按照毛泽东的这个逻辑来说 习近平也必须阻止郭文贵的举报 因为郭文贵说的可都是过去的事情 郭文贵原定和十九大同步举行发布会 想必给习近平和中共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当然海内外无数的民众 也对郭文贵的发布会充满了期待 盼望郭文贵能够拿出一些 让盗国贼瞬间就身败名裂的证据出来 估计习近平和中共 其实也极为担心出现这个情况 那可就立刻让坐在主席台上的那些小丑们被扒光了 中共的十九大就会成为万众嘲笑的对象 真要是出现这种戏剧性的效果 那习近平和十九大可就真的列入史册了 不过如果郭文贵不准备扩大举报的范围的话 那么就现有的材料 如果中共真的准备承办王岐山等人 不要说全部都调查核实 哪怕调查核实其中的千分之一 恐怕也足够让这些人做一辈子监狱了 相反如果把郭文贵举报的全部线索 都调查核实清楚 严格的按照司法程序起诉审判 这个案子恐怕到王岐山死都不能结案 这里顺便说一个例子 日本有一个天中角融受惠案 那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为了打败竞争对手 通过中坚人向日本首相天中角融行贿五亿日元 在当时大约合一千五百万人民币 六百多万美元 这个数字在当时的日本是令人震惊的 但是和王岐山等人的财富相比 几乎不值一提 这个案子从案发到最后被定罪 历时十九年 耗资六亿日元 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宣判时 当事人田中角融已经死了两年了 这王岐山只有一条命 时间也极右限 从方便尽快给王岐山等人定罪的立场看 郭文贵现在举报的事实和线索 已经足够多了 甚至是已经太多了 郭文贵第四次发布会 再次提供了王岐山家族犯罪的大量线索 其中小民以为最重要的情况就是 姚庆去山西的几次飞行 空运了大批特殊行李 这其中可能就涉及巨额财富和珍宝 可以推断这些财富和珍宝应该来自中纪委承办山西贪腐案件时查获的赃物 也就是说王岐山指挥的中纪委办案后 查获的大量财宝可能被他们坚守自盗 这个情况显然直接涉及王岐山本人 如果能查实这一件事情 就可以给王岐山定罪 让他死在监狱里 这比其他的犯罪线索 比如海外的房地产 和其他人名下的财富 可能更直接更明确的指向王岐山本人 不过小民却不像许多朋友那样 对习近平承办王岐山有那么多的信心 从过去的历史看 中共最在意的就是权力 包括反腐 也就是要中共来掌握绝对的主导权 这些年 中共一边高叫反腐 一边把那些提供贪腐线索的人抓进了监狱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从根本上来说 反腐是中共的家事 私事 外人是不可以介入的 有人说支持中共反腐 这纯粹就是一个笑话 党说谁腐败 谁才腐败 党说抓谁才能抓谁 习近平反腐的主动权 绝对不会交给郭文贵 不会交给百姓 假如 郭文贵举报谁腐败 习近平就抓谁 那习近平岂不是要听郭文贵的话了 那样习近平的权威何在 习近平的面子何在呢 这不仅不符合中共以往的历史 更不符合习近平的个性 从习近平十九大的报告来看 中共未来的走向是明显的偏离了郭文贵所期待的依法治国 司法独立这些理想 习近平所强调的党领导一切绝对是和司法独立背道而驰的 所以即便王岐山真的退出了政治舞台 也不意味着中共有丝毫的改变 所以小民对王岐山等人是否要进秦城 并没有什么信心 当然 郭文贵公开举报王岐山等等这些手握大权的重臣 可能有利于习近平驾驭这些人 所谓使过不使功嘛 毛泽东用人的标准就是重用犯过错误的人 而防范有功劳的人 当然 这类错误不能涉及对他的背叛 不排除习近平暗自得意郭文贵的举报 让他可以抓住王岐山的小辫子 但是 从根本上来说 郭文贵所带来的其他影响 特别是示范作用 绝对要超出习近平的控制范围 相信 现在一定有不少的文贵都在观望 如果郭文贵获得成功 那会刺激更多的文贵站出来公开爆料 这个后果是习近平和中共无法承受的 习近平再愚蠢也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中共有内斗的传统 但是中共内斗很少借助公共舆论 郭文贵公开举报的这种模式 明显不符合中共以往内斗的规律 郭文贵的这个举动 更多的可能是郭文贵 本人一种无奈的选择 因此 过于关注郭文贵身后的老领导 其实意义有限 当然 这么说 并不是否认中共内部有人出于个人的利益 会利用郭文贵 可以肯定 在面临十九大的紧要关头 中共内部的各种力量都想利用郭文贵 但世界大之后情况怎么样 可就复杂了 郭文贵没有在十大期间直播 没有将王岐山等人的丑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最直接的受益者当然是王岐山等人 假如王岐山从此归隐 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结局 否则 面对数千名记者 两千多个中共的代表 王岐山等人就算是自爱镇定 再厚颜无耻 恐怕也难以见人 郭文贵在十九大期间 没有能够再次直播 无论如何 也让习近平松了一口气 但是 说这时 郭文贵帮了习近平的忙 恐怕还谈不上 充其量 是郭文贵没有再给习近平施加压力而已 那么中共开完十九大之后 内斗的高峰期结束 那些偷偷给郭文贵喂料的派系 恐怕也就失去了动力 而仇恨郭文贵的派系 却绝对不可能放下仇恨 力量的天平 将会向不利于郭文贵的方向倾斜 可以想象 郭文贵在十九大之后 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 十九大这首戏 缺少了郭文贵 王岐山也就只剩下了个人形 只好让习近平一个人唱独角蟹了 不管这首戏最后如何落幕 郭文贵的缺席 可能成为十九大最大的遗憾 谢谢各位 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 谢谢各位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